老兵新船 年近花甲当尖兵 夜深人静 无数信号沿着有形线缆和无形电波传至四面八方 又有无数信号从各地汇聚于此 信息交互在悄无声息中瞬间完成 中部战区某保障对机房内 高级工程师王锡安穿梭在设备间 这些常人听来单调的嗡嗡声 他觉得很动听 宛如一曲交响乐 高山密林 光莫雪原 演训一线 设备机房 在58年的人生长河中 王锡安有近40年 带军营聆听这一曲特殊的交响乐 如今年华逝去 两鬓斑白 他仍然激情满怀 新年一时 记者来到该保障队 追寻王锡安史智奋斗的动力源泉 20年前 王锡安任参谋 在工作中不慎骨折 休养仅半个月 他就主折拐杖回到了岗位 前不久 他出差途中遇到飞机晚点 在机场人生嘈杂的环境下 他戴着老花眼镜坐在角落里 专心致志撰写论文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 在40年的军旅生涯中 王锡安始终保持着这样如火的工作热情 一次 某项任务涉及多个省市数十个台站 时间紧 任务重 数十个台站又非常分散 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王锡安只能争分夺秒 一个台站一个台站现场解决难题 那段时间 王锡安带着大家晚上赶路 白天解难 现场发现问题 当场解决推进 经常忙到凌晨再奔赴下一个台站 大家吃住在车上 每到一个台站 他们下车就干 忙完上车就睡 最终如期完成任务 正是联通那一天 大家把王锡安的足迹用地图标记 由南至北 有点呈现 他的足迹蔓延 形成了一幅立体直观的日夜间成图 那一刻 许多和他一起奋战的技术骨干说 这次跟着王高公干 我们都明白了一个道理 有事业就有激情 有目标就有方向 从军四十年 这样的辛苦对王锡安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很多人不理解 问他 你常年累月这么辛苦 为什么还能始终保持激情 王锡安回答 热爱就不会觉得苦 喜欢就不会感到枯燥和平淡 四十年专注研究提高我军通信保障能力 在别人眼里很枯燥乏味的工作 王锡安却始终兴致勃勃 用他的话说就是 咋会枯燥呢 每年都有新目标 我可是每一天都不敢耽搁 最近三年 王锡安担当某重大系统建设任务 三年磨一剑 总结那天 保障队展示了王锡安公关计划表 从受领任务到组织筹划 从制定方案到选拔培训 从分系统推进到全系统集成 每一步都有明确的时间点 有的甚至精确到了具体哪一天 目标越清晰 方向越明确 动力就会越强劲 回顾整个研发过程 官兵们感慨地说 这些年 王高宫每年都有公关项目 每年都有获奖成果 每年都有论文发表 崩硕成果的背后 是他对军队通信事业的挚爱深情 终于把他搞明白了 原来是这个原理 午夜 走廊里传来王锡安兴奋的声音 忙碌了一天的王锡安 此时丝毫没有倦意 弄懂了一个知识点的他 跟个孩子一样开心不已 最近 他牵头组织某重大系统建设 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 他必须从最基础地学起 学习钻研让我乐此不疲 王锡安常说 专业研究的越深 越发现自己有不足 越觉得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很多 那一年 王锡安走马上任原网管中心领导岗位 面对许多之前不曾接触的专业 他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储备还不够 读博已是刻不容缓 利用课余时间复习 第二年他如愿考入原通信指挥学院博士班 当时 他已经43岁了 班里很多同学 比他孩子大不了几岁 年龄虽大 但王锡安学习的尽头不输年轻人 每次做课题研究 他都要提前查阅大量资料 每次课题讨论 他都要跟年轻同学抢着发言 未来信息化战争 打的就是新技术 对挚爱的工作 王锡安有更深的认识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更改变军队作战方式和战斗力生成 这些年 王锡安特别自豪和骄傲 自己就是这支科技兼兵中的光荣一员 我们的年龄可以老去 但脑袋要永远年轻 永远追逐时代最前沿的新知识新技术 这是王锡安经常对年轻战友说的话 也是他始终践行的工作理念 2019年初 某系统进行维护测试任务 听到这个消息 王锡安立即激动起来 他知道 这正是深入了解这套系统的最好机会 那天晚上 他第一个来到机房 对100多台设备逐一进行研究 时而拿着笔记本化设备线路图 时而动手实操连接线路 只有亲自操作 才能把系统彻底搞明白 那两天 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机房 每一个设备的位置 每一根线的连接关系 他都力求熟忍于心 学习让每一天都是新的 20年前 王锡安对某项科技项目十分感兴趣 20年来 他坚持不间断收集学习相关资料 如今 他终于带领团队 在这项技术应用上 取得一定成果 庆功会那天 王锡安激动地说 做一件事情 只要肯坚持肯学习 就一定会有回报 日复一日钻研学习 让王锡安从原本单一的有限专业 发展到现在精通无线通信和指控领域 掌握联合作战 防空反导等知识的全军通信领域专家 前不久 战区组织谋指挥通信系统培训 作为培训的技术负责人 王锡安只要组织大家把课讲好就行了 可让很多人没想到 各部队参训名单报上来之后 他却在研把入口关上叫起了针 王锡安发现 有部队上报的参训人员里面 个别官兵专业不对口 他们参加培训后 能不能从事专业工作 他一个个沟通核实 应是提议将四个非专业人员进行了更换 确保了参训官兵专业对口 敢于担当 敢于负责 敢于较针 是大家对王锡安的另一直观印象 去年初 战区组织某新型通信装备作战试验 按照标准 作战试验需要连续多昼夜不间断进行 各军兵种参加试验的部队集结到位 数十台新装备完成组网 此时遭遇了年度最恶劣的暴风雪天气 暂停还是继续 盯着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的树枝 不少人都担心 新装备价格昂贵 万一出现损毁 谁来担这个责任 对作战试验负技术总则的王锡安态度坚决 既然是进行作战试验 就必须突出实战标准 如果连恶劣天气都经受不住 新装备还怎么挺进未来战场 这种天气可遇不可求 出了问题我负责 迎风冒雪 带月披星 在那个寒冷的冬夜 王锡安带着大家冒着巨大风险 将这场至关重要的试验进行下去 事实证明 通过作战试验 他们不仅第一时间 发现了新装备的几处微小瑕疵 而且还总结出了好几种 在严寒恶劣条件下的操作技巧 临近退休年纪 你为啥还浑身都是近 看到这一幕幕 也有很多人不理解 重任当头 有的人往往怕单则不敢主动作为 王锡安咋就不担心 说完全不担心是假的 但懂技术知底术 干起工作我心里有数 那年执行某重大任务 在研究通信保障方案时 王锡安发现了几处问题 当时上级已经审定方案 说不说 王锡安没有犹豫 不仅直言不会指出问题 还立下军令状负责改进 改进完善谈何容易 系统方案签一发 而动全身 很多地方都需要推倒重来 王锡安带着大家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过筛子 硬是在短短一个月内 完成了方案改进工作 胸中有使命 心中有责任 这是支撑王锡安 史智奋斗四十载的原因所在 正如他所说 昨末打仗让我浑身都是近 有了这股持之以恒 久久围攻的尽头 前不久 王锡安又领先研发出一项重大系统 从军四十年始终激情满怀 在专业岗位上默默耕耘 聆听高级工程师王锡安的奋斗故事 思考支撑他一路前行的精神力量 记者久久沉浸在感动之中 欣欣在一亿其意毕宫 欣欣在一职其职必举 收获累累硕果的人 往往是倾注热情干事业的人 正所谓爱一行方能经一行 静心者方可成大意 深爱着自己的专业 才会有如火激情和不洁动力 才能甘于坚守直至事业有成 王锡安的奋斗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把工作爱到骨子里 对岗位极其认真负责 才能在风霜雪雨中坚如磐石 窥然不动 才能历经千难万险依然步履铿腔 踏平坎坷成大道 强军之道 要在的人 可以说 人才强则事业强 人才兴则军队兴 随着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 专业技术人才在强军兴军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有事业就有激情 有目标就有方向 王锡安的这句新生告诉我们 只称他40年如一日激情满怀的深层原因 是对使命责任的无比坚定 正是因为他对强军事业爱的深沉 所以才能耐得住寂寞 忍得了平凡 始终保持如火的激情 所以才能直面问题 敢于担当 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所以才能在卸下领导职务 日渐临近退休时 工作更加积极 激情更加澎湃 私存至此 记者想到了林俊德等一大批专家型人才 他们有的十年磨一剑 锋芒天下之 但更多的则是始至公关甘于奉献 为强军兴军事业默默无闻奋斗一生 当前 世界军事领域 围绕人才和科技的竞争 日趋激烈 虽然没有硝烟 却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 一支军队的前途命运 有军事专家预言 颠覆性技术接连涌现 将从根本上改变未来战争的形态和模式 毫无疑问 未来战争的信息化程度越高 对优秀军事人才 特别是专家型人才的依赖性就越强 改革 让人民均对人才结构重组优化 人才体制焕然一新 机遇前所未有 挑战前所未有 如何才能像王熙安一样 数十年如一日 保持对岗位的如火激情 无疑是广大官兵面临的时代课题 老纪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采访王熙安结束 记者脑海中总浮现这样一幕幕画面 体能考核场上 老兵剑步如飞 寒冬拉链场上 老兵带头冲锋 科研公关战场上 老兵激情满怀 前行不错 初心不改 王熙安令人敬佩 他一门心思投身联合作战指挥中军战建设 为战区部队提升未来联合作战能力 做出了突出贡献 王熙安又很平凡 平凡的许许多多战友身上都有他的影子 走进王熙安 记者想到了更多 在天南海北一个个军营里 有无数跟王熙安一样的战友们在坚守 在奋斗 他们身上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爱港敬业 都始至奋斗 都激情如火 那一刻 记者突然发现 与其说我们是在讲述王熙安的奋斗故事 莫不如说是在讲述王熙安们的奋进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厌